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能看到吗 看过来 行吗 我这表你能看过吗 好 可以 没了解说 好了 各位 其实这个表格在 和这篇我也留了 我写了 不是 我在这 在哪去了 在这 看 这是不是我写的这个书呀 对吧 没错了 只是用鞋带 鞋带多少来表示 你们知道吗 它是有规矩可循的 有问题 有问题 那么这是标准作用样的画分 会了吗 会了吗 那 看看我这边好了 好吧 他就用更好理解的方法 读相的方法来画 他说什么 如果我写的是标准作用样的 好看 那是不是这整个 256个按批都是一个网段 但是如果写的是26 那是不是就等于是画了四分 哎 26是什么 26是一吧 标准作用样的是几个一 减完之后是几 二吧 那也就是2个24 能听到吗 多少个网段 每个网段是不是四分之一 256有四分之一 六十四减二 六十二个能听到吗 啊 那如果是二十七的话 也就是二个三次方法 那是不是就是八个网段 啊 那相当于是不是把所有256个IP 平分大费 每个IP是 每个网段IP是 三十二个减二 对吧 三十个IP 能听到吗 一般以内的价钱穷除 没问题吧 啊 没问题吧 怎么能觉得你们一脸的迷茫啊 259出入网 每个份三十二份搂开 签蛋糕不会吗 会不会 没问题吧 有问题啊 没有 来 这块呢 其实解释了一下 其实说 如果是错了一位 其实就是什么 把它子网是不是就变成了两个 一和零 如果是错两位 这两位 子网是不是就 昨天的IP 是不是就可以在这里变成四份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 看这里 看 如果我的标准子网研码是24 OK OK 那么 什么 这是不是就是网络位 啊 主机位是几个 八位 所以它是一个网段 每个网段是不是二的八次方向主机数 但是如果我的子网研码强制去抢两位 子网研码写成写方26 明白 你说什么 也就是255点255点255点192吧 啊 子网研码是不是抢了两位 抢了两位吧 那IP可用的是几位 六位吧 但是子网码是不是多了两个子网 啊 所以是不是就多出来了什么 这四个网段是不是就是不同的网络了 不同的网段了 能听到啊 其实这个东西不好理解 还不如就是按不说的 抢这区抢完之后 尤其的一就是二的几次方 好吧 它只是另外一种算法而已 好吧 我们看一下 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OK 好了 不说了 好 这块也是 这是不是去借三位 抢三位 那是不是就会出现八个网段 每个网段是二的五四方个主机说 听懂了 好了 这是它的对应表 这个表格我背下 好吗 好了 各位 来实际需求 这个可能才是我们真正在工作中碰到的需求实践 好 什么 我有四个部门 每个部门不超过五十台 我获取了一个三位网段 我问你怎么划分子了 非常简单 我写 给我写直网IP 直网原码的各种 这个直网原码 告诉我直网原码写什么 给我写直网原码写什么 这还要算吗 各位 四个网段 那是不是应该 四个部门是不是最少是应该评分四部分 各位 把部门通过网络分开是这个基本要求 因为我说过 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是没有录音器做分割 我想要将天拓取 截获数据 是不是都会变得异常简单 能不能 但是 现在 我们是不是有四个网络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把它评分成四块 那我说256个IP 评分完四分是多少 每个网络是不是有十二个IP进去 它不超过五十台 够吗 够吗 所以OK 这个非常简单 把直网原码写成192个台了 然后 每个网络 每个部门是不是只给一部门IP 然后是不是做 之间做路由是就可以了 听懂吗 好 好 那如果是五个部门 每个部门不超过三十个 怎么办 八个网络可以吗 最简单是就是八个网络 虽然有三个网络是空白的 但是 它不超过三十天主席是刚好合理 能听懂 好 这种事 我们在工作场所当中最需求的 但是 我说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我们真的给我们内网化成这样吗 真的这样 我的意见是不要 原因很简单 你能碰到的所有的用户 比如说各个部门当中的普通用户 它都是非专业人员 也就是说 他们能够知道 你告诉他IP是1.2.168.1.1.1. 它能够正确的把IP严码网络戒严实配上 你就非常了不起 你明白的说什么 那如果你要把严码改成这个 严码改成这个 每个人的IP是都要你自己来说明确的 除了你就是别人实验是吧 除非配件是CP 能听到的说什么 能听到吗 各位有必要吗 为什么 那我确实需要把每个部门分开 怎么办 怎么办 微烂也要利用IP 跟微烂没关系现在 我现在再说IP 先不要跟微烂没关系 我现在说IP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今个部门有二十个 我有十个部门 怎么办 可 怎么办 有那么难吗 你别翻案 我给你们讲 我给你们说实话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使用的技术 越简单 你今后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越低 听到过来说什么 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使用复杂技术 否则尽量使用最简单的技术 怎么解采 不跟咱学校的解决方法一样 怎么做 我一个叫92有256个词吧 我何必再去画这么细分的词吧 我第一个叫1092的118.1 第二个叫1092的118.2 行不行 咱们去画116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你有必要去画分这么复杂的东西吗 在预认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就足够了 能听懂啊 一个东西就一个网络不就完了吗 然后再通过其他技术把它联系来就完了 OK 听懂吗 但是 这是对局域网络讲的原因 局域网络IP我是不是随时可以获取 而且是也不用花钱 但是对真正的服务性来讲 也就是说 我有100台服务 那这时候我说一般就买128个IP地址 啊 因为买多了是不是就会入味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 如果它们之间需要划分不同的网络 那是不是才需要考虑 这样的自然也能划分 因为公寡IP数量是有限的 而且价格很多 听懂吗 那我们说什么呢 听懂吗 内网是不是没必要这么复杂 你听懂吗 我之前对你们好理解 我举的例子是不是全都是用内网IP 但是你可不要以为内网就必须这么做 听懂吗 哎 狼王技的原则 啥 对 越简单的东西 越难道不容易出错 出错之后越好修复 如果你做了极其复杂一个网络 那么各位 有可能是你再跟你自己找麻烦 听懂吗 听懂吗 能实现工作的情况下 越简单越好 OK 老天 只有在公寡的时候才考虑这种 紫网研码化碳 真正的紫网研码 你的IP是要付费的 听懂吗 紫网研码嘛 那既然是6网 那时候假设就是说 我有300公寡 256个 这个IP网网不够 怎么办 怎么办 你直接刷10网研码不就完了吗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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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配三大陆一个 0.0的紫网研码 不就完了吗 能不能 你完全没有必要 是不是去划分这个详细的紫网研码 划到最后把你开划研 听懂吗 顺着等 听懂吗 而且带来的后装是 你所有的普通员工是不是都不再会刷研码 所有人都刷研码 通过你个人手来手工研码 各位类似你 我告诉你 听懂吗 而且这东西是什么 你一旦一开始规划完成 后期想要再改 基本上没有可能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 你给你自己挖了一个大个大的坑 然后每天反复不断 把你王子脚灰根不打 后倒是要狠 然后再干嘛 都再去改批地址 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工作 听懂吗 这时候才叫规划架构 为什么我说架构式是一个非常符合的事业 它是比较最基本的东西啊 甚至从网线的规划 从再宽的规划上就要开始算起 最后是才能完成完整复杂网站的架构实现 听懂吗 一般来说什么 好 有问题 知道了说啥 能用简单的手段是必要有简单的 能不化身就不化 但是你要会 听上了 你会了 会了 现在可能会了 但是唯一的问题是 过一个月甚至都不用了 过两周 你就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各位 你还是这句话 一旦用到的时候是要复习 还有 像这么复杂的这种算法 你是不是得自己来整理成立 合理 你能看懂的写法 我写的这种算法 是不是你现在能看我 你如果不整理 过一个月回来 你完全不知道我在写的事 你还得把视频翻出来重新看你 听懂吗 有问题 什么叫整理理解 不是让你把它抄一点 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做 这才叫整理 听懂吗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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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我上课这种 随手写的那种笔记 它是完全没有条例性可言的 下来之后一定要整理 OK OK 有问题 诶 昨晚要把学会了吗 学会了吗 那好 我问你 如果我出现这种情况 我有四个功能 一个部门有五十台主席 另外一个部门有几百台 第三个部门有二十五台 第四个部门有十二十台 怎么办 这时候才是十具功能的情况 我能保证我的公司 每个部门所有人数都一样 那不是部门 那是你在挖俄罗斯方块 OK OK 这时候才是十具情况 怎么办 这是我们子王爷老话文章中更加复杂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说 只要你理解了原理 其实也不能 这种叫做可变长子王爷马 也就是说 之前我讲的这个网络 不管你是画两个网络 四个网络 还是八个网络 整个CV网络 是多么相同的增加 增加 啊 我能不能这样 我的总共一个网络IP是不是0到255 啊 是不是0到255啊 嗯 我先画分级部分 一撇一撇 现在是不是每个人有128个IP 啊 那好 我现在问你 128个IP够放这100台出去吗 够了吧 够了吧 那好 那我这个就不动了 就放了 然后呢 剩余的这些家伙我再分一刀 每个网络多少 64个主机吧 64个够分这50单主机吗 够吧 那我给他就放50台 不再划分 这是128 128 这164 我是不是就不再划分啊 啊 那好 我再给剩余的这个P一刀 他现在还剩多少 32个 啊 啊 是不是32个 那么 32个我问你 放这是你们两个部门 够了 够了吧 好了 大家的后果是 如果我的IP是从0到127的这个IP网络 它的磁网线码是25 OK 如果我的IP地址是从128到192191的IP范围 它的磁网线码是26 能听懂 我的磁网IP地址是从192到255的到最后 能听懂 它们的所有的磁网线码是27 看 本来是不是就是完整的C列 按理说 整个C列的磁网线码是全都一致 要是25.128就全都一样 但是现在不是 是什么 0到128 0到127的IP是没有 128 啊 128到191之间的IP地址 如果是这个磁网线码 它的磁网线码是192吧 OK 那如果是192到255之间的IP地址 还有 24 可怕吗 这就是所谓的变长磁网线码 也就是在一个网站之中画完磁网线码之后 它的磁网线码是不一致的 不是一套磁网线码通过到底 这才更适合我们实际的工作当中使用 也就是说 所以我去网通买一个4个IP的最小一个网站 能听到吗 那我认识 那我买的时候肯定是要从CD去买 一个CD是86的 那网通需要把这256的IP全画成4个IP的网站 画64的 它不一定吗 它是不是只给我画了一个出来 人家有可能就租了128个网站 IP地址全最多 能听到吗 所以这才是可能实际工作人员使用的网站 会吗 网站 更声 现在所有人都给我bins funding 我们上车子变得到 那么多的是 我缓车子变得到 或者是没有可能 Expansion 然后跟隔车子变得到 感谢观看